哈喽 今天在我的手上给大家讲一下半贴假片的一些操作流程的技巧 指甲修行之后 最后整理完假面一定要拿海绵膜棒顺带的把下面的假屑处理干净 不然的话做出来的纯色指尖肯定是爱奇窍的 我这个地方是用的干推 直接拿钢推推起死皮 用吃奶的劲把后缘的死皮一定要剥离开 这个死皮剪是我最近发现的没讲好物 极力的推荐给大家 小说里面都有你们直接去拍 用来剪后缘的死皮剪刀刺都特别好 而且是不容易有那些小接口 死皮剪稍微斜着一点去剪 这样的话切口的位置比较好贴合 而且自己也能看得清 不容易给顾客剪破 发拉开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一条线下去的 用来剪两侧的老剪也是非常轻快的 修剪好之后拿清洁面片擦拭一下 这样一个干净的后缘就处理好了 因为假面上有点不平整 所以我会先涂一个钢化封层照灯之后 然后再去涂护甲练习戏等它自然风干 我涂护甲练习戏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可剥离 因为我要经常的操作 大家如果给顾客做的话就打磨 打磨完了之后可以直接拿胶水去贴 死皮削的干净 我们后缘可以涂得很圆润 而且是不会起翘的 假练习戏是水状的 涂完了之后一定要放平了自然风干 如果手到处动的话 它会凹凸不平 干的时候我们选择小号的长水滴甲片 这个甲片的话最大号的话是1.4厘米的 你们可以自己量一下自己的大拇指 反正我的大拇指是不够 因为我的指甲比较偏大 但是除了大拇指 其他的指甲都够 一盒全部都是小号 6号到10号 而且这个甲片是反磨砂的 比较持久贴合度更高一点 选择合适大小的甲片可以卡住AB点的 小1号的 大家都尽量不要去贴 然后如果太大的 没有合适的 我们就把大的修小了再贴 这个甲片它反面是反磨砂的 不管用胶水还是甲片光料胶去贴 贴合度都会更高 减少小气泡的产生 跟光滑的甲片对比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两个完全不一样 甲面弧度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在刷甲片光料胶的时候可以薄薄的刷一层就可以了 如果甲面很扁平或者是阴沟甲上翘甲 那我们在适当的位置可以把甲片光料胶涂得厚一点 按压着照灯照好灯拿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跟甲面的贴合度会更高 而且侧面可以看一下弧度的话 翘起来的位置也很小 所以如果当做半贴去使用的话 稍微刻摸一下就可以 这样一个半贴的流程就做好了 如果大家用胶水贴的贴好之后 那就剪短修型 打磨一下接缝的位置 然后继续可以用甲片光料胶去给整个指甲找一下弧度 这个想好长水滴甲片给大家挂在下方小车了 你们直接去拍用到的所有东西快速小店里都有 除了护甲练习机不想要了 直接抠一抠就掉了 完全不伤甲 一般护甲练习机不抠的话 可以保持三到七天左右 上次 daily 他们群票 不会 。